今次在《BBC Match of the Day》中 其中一部分討論了車路士對位私行比賽中 簡敵一下攔截應不應該比12馬 其中讚拿斯的觀點挺值得大家討論 首先看看片段 之後我會講一點個人意見 整個尼爾次撐住 puntos 看看讓阿諾丹的保護人 現在yl都要錄到酒堂輪的角度 MOM 聯合合Her大分 你看她的手會的眼尼力 看完片了,大家覺得有沒有道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吧 首先從看超慢鏡,簡迪確實碰到阿蘭道維的腳 連同阿蘭道維的腳踢走球 簡迪其實是碰不到球 所以應該是1.12碼 但贊拿斯亦好客觀地提出 球證在viewtime根本極難看到這個犯規 接近是不可能 因為球證從後面看,所有東西都太順利成章 簡迪從右邊攔截,球又向左被踢走 如果不是用超慢鏡,根本很難即時作出正確判斷 這件事就帶出了一個重點就是球證的位置 當時球證在後面視線受阻 其實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呢? 亦都引申了另一個課題 球證的走位 我想大家都好少聽這個Term 以大家的認識,球證就是跟著球走 但其實跟著球走都有學問 在這裏我不是專業,不懂教大家球證應該怎樣走位 但試用一個物理的角度跟大家討論一下 以這球為例,示範地點在禁區這個位置 卡希爾剛剛追到這個位置 而球證當時大約站在這個位置 用物理的角度來看 球證嚴易看到發生的經過呢? 當這個位置是A 如果B這個位置又怎樣呢? 如果又站在C這個位置又怎樣呢? B和C這個位置的角度是否可以看得更多呢? 理論上是容易見到整個示範經過 當然球證不可能追到底線這個位去看簡迪重不重腳 所以無論A、B、C位 球證都要從後面隔著簡迪或阿蘭道維去看完整個過程 你還想要求什麼呢? 從上一次我不是專業,不知正確的答案 只是想帶出球賽千變萬化 突然打一個反擊要追已經很難 還要拿角度看看有沒有犯規 想想都覺得難 有時這些近乎犯規與不犯規之間 總之一秒內就要落決定呢?真心難 最後都只是提出個問題讓大家思考一下 其實球證都不是易做的 但亦都不代表所有球證的盤決都是對的 有些真的錯得很離譜 請幫忙按個四十一點 請公開